那么案子是不是结了呢 告诉你 事情还早着呢 怎么呢 因为对于查朝王党忘家的清单 乾隆啊 压根不信 史料记载 当时乾隆拿到的清单 明目确实不少 其中物品多达两千多件 侧子连起来长达三十多米 可是仔细查看 这些物品却甚属平常 甚至平常的超乎想象 乾隆的原话是 多细不肯入目之物 很多朋友都知道 乾隆是皇帝 可他更是一个艺术品鉴赏家 无论是古玩自画 骑着艺宝 他无一不惊 无一不晓 因为这一点 当时很多官员 都会在乾隆生辰的时候 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 给他进贡各种骑针艺宝 以换取加冠进军的机会 想当年王党忘 从甘肃不正史升任浙江巡抚 那就献过不少好东西 其中以玉平和玉山子 最为客人 尤其是玉山子 大块的玉石 钓刻成山水景观 玲珑剔透 价值连城 乾隆皇帝非常喜欢 只可惜 皇帝也有祖宗家法 对于昂贵的礼物呢 不能收 所以当时乾隆呢 只好又退了回去 然而奇了怪了 仔细翻看查抄清单 这件他最爱的东西 居然不在其中 怎么可能呢 誓可忍输不可忍 乾隆再次派出户部上书和珅 协同大学士阿贵 去 给我接着他 那么这次得查谁呢 当然是谁查抄的 王胆忘家就查谁了 这个人就是时任 闽哲总督的陈辉祖 介绍一下 陈辉祖官宦世家 他的爸爸陈大寿 那是一个更大的官 位居携办大学士 军级大臣 当年呢 也是乾隆面前的大红人了 而有这么一个爹 陈辉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便获得了官职 当时啊 叫做印封 此后更是一步一步 爬到了闽哲总督的位置 有人可能要问了 查抄贪官的东西 最后肯定要上交国库 也就是交给皇帝啊 你作为办案大臣 如果说把查到的好东西 据为己有 贪末 那不等于是抢皇帝的东西吗 你胡口多识啊 这陈辉祖有这么大胆子吗 我告诉你 在钱财宝物面前 人的贪欲往往会越发的膨胀 有的时候会膨胀的 让他忘了一切 话说那天 陈辉祖奉旨 查抄王胆忘的府邸 当手下人把王家的金银财宝 古董字画 往院子里边一堆的时候 哎呀不得了啊 看着这小山式的财宝 陈辉祖眼睛都直了 贪欲立马膨胀 他当时就命人 把脏物当中的四千多两金子 登记的时候 给我写成银子 他这一下 就贪了八千多两的差价 当然了 他能够爬到闽哲总督这个位置 他不是个傻子 对于那些个古董玉器字画 他也没敢直接下手 心里想啊 犯嘀咕吗 拿吧 手边没东西交上去啊 皇帝那儿没法交差 不拿呢 觉得对不起这次机会 心里边着实难受 这就是贪欲 怎么办啊 咱们先说个另一幕吧 话说王胆旺 家里边刚刚被抄 这一天杭州城的城东啊 一家卖杂色玉器的摊主 遇到贵人 谁啊 杭州城的红人呢 敏浙总督陈辉祖家的大管家 叫刘大昌 要割平时呢 那刘大昌是属于眼睛 往天上看的 爷 打死都不会逛这样的店 可是今天奇了怪了 他居然屈尊弯腰 在小摊前面挑来挑去 足足挑了三十两银子的东西 包了一大包 接下来我不说 想必你也猜出一样 没错 陈辉祖啊 正是想用这些东西 调包 换掉王胆忘腹里的直签玩意儿 乾隆看到的茶巢清单 里面写的 都是他派人在街头收来的破烂货 可是他实在忘了一点 这些小把戏 互动别人也就罢了 乾隆 那是轻易骗的过去的主吗 乾隆只需要瞄一眼 他成回祖族的漏线 那么在甘肃贪腐大案中 王胆忘到底贪了多少钱呢 很快 为了刨根啊 乾隆派人找到了 查查王胆忘的腹底的原始记录 和上报乾隆的册子一对比 问题就清楚了 原始记录是怎么写的呢 上面写明了 超级王胆忘腹底时 共超得金叶金条金钉等 共4748两 查封借缴内务符 进城侧内 可是送到乾隆手里的小册子 没有这一项 而是多出了银子七万多两 这就是前面说的 成回祖以银换金吃差价了 再往下看 侧内有玉山子玉平等件 这些高等级的珍宝也没有写进册子 而加进来的有什么呢 玉笔架 玉笔洗 玉花叉 小玉兽 这么一大类的七零八岁品质低劣的东西 最后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陈辉祖不得不低头认罪 据他交代 他总共换了玉器十件 名人字画十三件 渐渐精品 条条都是可以千刀万剐的死罪 好了 咱们再回到之前一个问题 清朝甘肃贪腐案的第一巨贪王胆旺 他到底贪了多少钱 在处死了陈辉祖 抄完了陈家之后呢 王胆旺的资产最终明确 总数目是白银三百多万两 搁今天来算差不多五亿多人 就这样直到第五十七颗人头落地 清朝第一贪腐大案才算是尘埃落定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 切莫贪 伸手必被捉呀